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落选 他就又要回到那个贫民窟里 受不尽的气 吃不完的苦 继续当个打工女 永远也穿不起好衣服 戴不起金银珠宝 被贫穷欺负一辈子 结果正如他所愿 他没拿到冠军 只得了一个亚军 沮丧的他心情坏到极点 抬眼看看冠军梁韵蕊 也没觉得比自己有多美啊 再看看一直被叫好的吴美玲 才得了第八名 看着失落的吴美玲 跨美云心意也就慢慢平衡下来了 再看台下还有一双大胆火辣的眼睛 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 眼神里充满了急不可耐的爱恋和怜爱 于是心里也就立刻快活起来 想想亚军其实也不错 至少拿到了进军渔圈和豪门的门票 而那个一直在台下盯着邝美云 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下去的男人 正是此次港姐竞赛赞助商 香港珠宝大亨郑玉彤的次子郑嘉诚 他比邝美云整整大十岁 此时刚离婚 儿子郑志恒被送去和爷爷郑玉彤同住 无牵无挂的他早把爱情的火弹瞄准了少不更事的邝美云 而邝美云也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傻 他知道郑嘉诚虽然不比霍振庭 但也是香港数一数二的富豪家族 一句话值得托付 当年选港姐是由周大福珠宝赞助的 领奖当晚童书派人送我回家 之后他尝试用很多方法约我 却不知他还是太天真了 这个郑嘉诚不仅附了他别有锁链 还把他抛在半路 让他又不停地经历一个两个三个 甚至四个五个六个 最终竟然有七个富豪 郑嘉诚一 刘坤明二 吕良伟三 何永安四 何洪生五 史蒂夫维恩六 郭台明七 一次前来 和他云里雾里 风里 雨里 走了半生 却一个人也没有许他陪他到老 旷美云的童年相当可怜 出身在香港望角的他 简直就是一个浓缩版的人间惨剧活标本 母亲患了血癌 没钱治病 只能躺在床上 慢慢等着死神来临 父亲呢 什么都喜欢赌一把 把麻将馆当会计 天天看人家赌博赢钱 竟然将家里房子抵押 把钱全部投进股市 梦想赌一把一夜翻身 结果股票全亏掉 害得旷美云只好住进龙屋里 和十几个小孩每天抢地方睡 稍微慢点就得流落街头 每晚我都像游击队员一样爬到阁楼里睡觉 睡觉时连翻身的空间都没有 就是半夜听到老鼠声也无可奈何 1976年 14岁的邝美云永远失去了母亲 父亲就赶他出来工作养家 每天必须交够一定数额的钱才能回家 可他没学历 人又小 每份工作都不长久 换来换去换到18岁 惊人指点进了一家广告公司 做公关经理 才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有一身美貌可以闯江湖 我想我是一个适应力很强的人 可以很坚强 经历过最穷最苦最烂生活的邝美云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本身就是一块宝 又何必去求别人呢 在社会上已经摸爬滚打多年的他 在公关经理这个位置上如鱼得水 芝麻开花 不断为公司拿下一个又一个订单 直到有一天被远东集团少东甲邱达成给挖走 成为他的高级秘书 如果不是因为老板一句话 也许邝美云也会成为一个在商场上呼风唤雨 杀伐决断的女强人 却不料命运突然在他19岁这一年拐了一个弯 把他送上了香港小姐的舞台 你这么亮不去选香港小姐可惜了 一天老板邱达成和他开玩笑 他却当了针 第二天就去报了名 结果一夜飞到高枝头 麻雀变凤凰 成了万人瞩目的港姐亚军 长袖飘飘 舞姿绰约 不仅被富豪公子恋上 还被TVB请去主持香港早晨 并参演电视节目《湘江岁月》 人生从此大不同 1983年 比邝美云小两岁的张曼玉夺得港姐亚军 张曼玉在一次演出中 嗓子突然嘶哑 唱不出声来 情急之下 一个人的身影闪现在眼前 正是和他同为港姐亚军的邝美云 立刻请他来就场代唱 结果就因为这次代唱 让人们发现了邝美云的音乐天分 唱片公司保利金文奉而来 签下邝美云 全力助他挣扎歌坛 两年后 23岁的邝美云 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 《再做一回》 谁也没想到 竟然销量超越双白金 而同名歌曲《再做一回》 还荣登香港电台中文歌曲 《龙虎榜榜首》 当初选美时被称邝美人 现在唱歌又这么好听 于是又成了疗伤天后 原来每个女孩都是天才 缺的只是一个平台和机会 赚钱后的邝美云 在男朋友郑嘉诚的指导下投资楼市 那时的香港200平方米的楼只需百万元 还可以做九成按揭 邝美云首期花几万元按揭 买入价值50万的跑马地山盛大楼 随着楼市升值 邝美云第一次从炒楼中获利 兴奋异常 于是尝到甜度的他 继续把唱歌赚到的钱 斩下来炒楼 大部分歌手都把钱用来买名贵的服装 而我就用来买楼 最高纪录时 手上竟然有十几套房子 月供达到七位数 为缓贷 邝美云频繁到美国加拿大登台赚外快 并跟着男朋友郑嘉诚 时常与地产大佬们聚会联欢 学习经验 据说连刘德华都托他帮忙炒楼 此时的邝美云 是最幸福的一段时期 要钱有钱 要名有名 要爱有爱 郑嘉诚对他一直非常好 两人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却无料老天不知为什么开始嫉妒他 暗地里给他使了个绊子 派出兰杰英 陈如玉两员大将 打劫他的爱情 年轻的他还是太年轻 太天真 爱情里的眼睛容不得半点沙子 不将就 不委屈 不屈服 若不能始终如一 白首而终 那我干脆不嫁 结果兰杰英和陈如玉 最终和郑嘉诚也没成 郑嘉诚转身又爱上了李倩奇 多年后 邝美云对采访他的鲁豫说 我告诉我自己 我哭三天 我为了表示我还是有情感的 随后他便彻底翻篇 1987年 25岁邝美云发行专辑《留住春天》 其中一首歌 未曾深爱已无情 唱出了他的心情 也许是他太无情了 一唱即红 被入选 竞歌金曲选 而在这一年 他生命中又不打招呼 就跑进来两个男人 一个是地产富商 刘私人之子 刘昆明 一个是上海滩名爵丁丽 吕良伟 不过要有个新来后到 邝美云此时正在炒楼 便一眼相中 地产富商刘昆明 而也在这一年 邝美云和吕良伟 合作电视剧《猎杀行动》 虽然各自有好感 但彼此身边都有人 吕良伟有周海妹 邝美云有刘昆明 于是只能隔海相望 再等机会 多年后 吕良伟回忆邝美云 留给他的印象 他给人第一感觉很随和 但是接触深了 就会让你觉得 这个女孩子很有主见 就好像第一次和他相视而笑 他可以把那种坚定 而又温暖的善意传达给你 1989年 邝美云和刘昆明分手 原来两人只是露水姻缘 爱的时间比第一任 正加成还短 仅仅三年 又分道扬镳 刘昆明转身 娶了更年轻更漂亮的亚姐罗琳 1993年 31岁的邝美云登上央视春晚 演唱歌曲《除了你还有谁》 并推出容易受伤的女人国语专辑 立刻哄遍全中国 而此时的吕良伟 已经和周海妹结婚又离婚 听到邝美云唱着容易受伤的女人 自己就先受伤了 1996年 34岁的邝美云 推出《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专辑 里面所有歌曲都是旧歌新唱 重新演绎 想摆脱以往的伤感形象 重新活一回青春活泼快乐自我 因为这一年 她和吕良伟突然宣布结婚了 这一举动让朋友们大吃一惊 原来一次两人包电话周 邝美云取笑吕良伟说 你太不笑了 只顾着忙事业 自己生活上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还要让你老豆操心 吕良伟不甘示弱 回心她说 你还不是一样 又是出唱片 又是拍片 搞得现在还没有结婚 欢迎微落 吕良伟心里突然一痛 我忽然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我还要再开始一段感情的话 想要找的人 难道还有比电话那头的她 更合适的吗 于是这俩人一不做二不休 竟然就凑着热镜 举办了婚礼 1996年2月 34岁的邝美云 41岁的吕良伟 在香港历经酒店大宴宾客 酒席就办了100桌 还上了TVB的电视 全程直播 意识之间惊动全香港 却不料 这两个年龄 加起来都有快80岁的成年人 竟然给自己 也给世人 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八个月后 两人宣布离婚 再次惊动全香港 多年后 吕良伟痛苦地说 失去了一个 无话不谈的朋友 得到的是一段 不堪回首的婚姻 婚姻真是害人不浅呐 1997年 离婚后的邝美云 退出最后一张国语专辑 昨天你在哪过夜 宣布退出歌坛 一踩油门去了美国 出国深造 学习珠宝 见证与设计 这是她还是个小女孩时 就喜欢的东西 我从小就不觉得 我要靠我的外表 去做事业 靠外表不长久 我要靠我的头脑 女孩子要有一种危机感 要学习多一点 要自力更生 去美国之前 香港楼价正在最高位 但被情商所控的邝美云 却一时投婚 狠心把所有房子都卖了 结果天算不如人算 幸运躲过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 而当香港楼价跌到最低时 邝美云又听前男友刘昆明的劝告 出手大批买楼 1999年 37岁的邝美云完全淡出歌坛 开始在美容和珠宝方面投资 下一个目标便是成为珠宝女皇 而就在这一年 向太陈兰有一天没事干 竟然热心地给邝美云介绍男人 认识了一个拥有多家上市公司 并和赌王何鸿燊共同创立 家喻集团的富商何永安 第二年 何永安公司旗下的音响店开幕 邝美云清零现场做剪彩嘉宾 同样 邝美云斥资5000万 在远东金融中心开设个人珠宝店 凯利K周瑞 开幕当天 何永安携生意伙伴 赌王何鸿燊献身恭贺 此时的邝美云又一次登上人生巅峰 在珠宝生意买楼保值股票上一一成功 媒体报道他以五一的身家 稳坐香港炒楼女明星第一人 正当邝美云又享受财富 又享受爱情时 老天看他又不顺眼了 2001年 何永安突然认识前亚姐曹阳云 开始悄悄疏远邝美云 没办法 男人就是这样 对待感情始终如一 真诚又忠诚 永远热爱 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 就在这一年 对男人彻底失望的邝美云 开始信奉佛教 佛号如月 并出任国际佛光会理事一职 2003年 41岁的邝美云 在江西南昌大学 设立邝美云助学金 捐助150名大学生 然后又在九江云居山 捐建邝美云佛光小学 从此 邝美云不断在内地 无常建学校 据说现在已经建到60多所 眼看就要追上晚辈古天乐 2012年 50岁的邝美云结束单身 和53岁的李义富豪林达明 走在了一起 不过两人不结婚 只同居 爱则和不爱则分 自由潇洒 邝美云还喜滋滋地说 年轻时只顾着赚钱 现在觉得开心最重要 如果是对的人 当然希望可以一起一直走下去了 不料这两个50岁的老人 知天命的年龄 竟然也在三年后翻到扬镳各奔东西 2015年2月 两人以和平分手 53岁的邝美云又回到单身状态 单身至今 曾经 邝美云申请演唱 一生只愿爱一次 但老天却总是对他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愿成全 他那么有钱 赚钱的本事千千万 为什么偏偏在感情上 就这么崎岖坎坷呢 也许人生最重要的是自己爱自己 而不是等别人爱你 或者靠别人的爱活下去 就算是父母 也只能陪你一段路 所以还是要自己爱自己 自己把自己照顾好 自己把身心安顿好 方为福 感情的事真的不用强求 否则求来的都是怨和恨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余姐的话 别忘记点点关注哟